大家知道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 我们一切违心照 实际上世界的生命的真相 世界上一切生命的真相 都是违心所创造出来的 一切法 一切事 一切理 一切包括所有的物质现象 和一些我们的内心世界 都是由我们的内心的本体所创造的 这个佛在《仁言经》当中 曾经说过 当时的世尊曾经开始阿难 和诸为比丘 比丘尼 欲令心路无声法忍 与狮子作 摩阿难顶而告之言 如来常说 诸法所生 微心所现 一切因果 世界微成 因心成体 这就是 这就是告诉我们 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 都是我们说 由心而创造出来的 当中讲到无声法 无声法 就是一切法没有实有的生 没有实实在在实有的生 既无声当然就也无灭了 在古文当中的忍耐的人呢 是我们说是相信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一切法 是没有实实在在的生灭的 都是心中的幻生幻灭 那么举个例子 如果你把自己的眼睛啊 这个遮住 看虚空呢 你就会看见虚空当中的幻化 那么你把眼睛 手不遮住了 你看见这个幻化 在虚空当中 你感觉也是存在的 因为从你眼睛看到的 东西只是一种看见 但是从你心中生起了 那么你这个幻化就存在了 不过你手刚刚把眼睛 这个拿掉 从眼睛上拿掉 你心没有认为我看到了幻化 那么你心中 这个就灭了 就把这个幻化就灭失了 所以一切法一切人呢 包括你的身体 也要生死 其实整个世界 都是非是所有的 都是由你心生出来的假象 所以要证悟无声法人 也就是说究竟 和彻底 所以要懂得 佛法里边的密学 就是怎么样能够 来懂得 在这个世界当中 能够彻底的领悟 领悟这个世界当中的 一些虚幻的东西 如果我们认为虚幻的东西 你心中认为它存在了 你就存在了 你心中认为它不存在 它就是不存在 所以 这个在 这个诸多佛经当中啊 也讲着 就是在 无声力的诸法实相当中啊 所以 这个信受通达 无碍不退啊 是名无声人的 所以 我们慢慢的 从佛经当中 就会懂得 实相虚空 慢慢的 可以 懂得 疗法无声 应可决定 名无声人 就是 学佛啦 就是让你懂得 这个世界 没有 没有这个 如梦幻般的世界 又如电 如露水 又如电 完全 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你心中认为它有了 你就有了 而你 今天 生气 某一个人让你生气的 你觉得你要气 你就气了 你觉得 我不想气 你这个气就没了 消掉了 道理就是让你知道 忍耐 忍耐 道理就是让你知道 我们 不管学什么佛 不管要懂得什么 首先要学会 看空世界 真实无有 虚幻梦境 让你 了无信心 如是修 要得到 无声法 忍 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 我们自己的念头 到底要放在哪里 我们心 要放在哪里 我们这些善男子 善女人 一切众生 而我们为了人间那些名文立扬 为颠倒是困扰 所以我们不能得法 不能分辨 邪与正 法与非法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明明是不够不尽的 对不对啊 空无出灭的 如梦如幻般的生活 又如水中月 你看看水中有没有月亮 有啊 你一碰月亮跑了 这是我们从小都学会的 它是虚幻的 就像一个人 你相信了 佛的智慧 相信佛的语言 你就能灭除重罪 你今天 如果没有生出 相信佛的智慧 你可能慢慢做出事情 就会折入地狱了 如果你是一个 有罪之人 你能够明白 这个世界是虚幻的 我今天做错了 我可以 这个改变 灭掉自己的罪孽 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还没有改变 但是 就犹如 狮子口一样 能够让自己 消灭一切 自己心中的颠倒梦想 和一切的邪知邪念 离一切 这个 贪嗔痴慢疑 所以 能够自心念佛 自心念佛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一切 诸事所烦恼 去除 人我两见 不要去有什么的 这个 这个 不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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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我两见 你对自己也好 对别人也好 你都要 破除 这个 执着 那个 台长告诉大家 大风 来的时候 风来了 你可以说 它不是风 因为它会过去 你可以说 它是 它是风 你只要不在这个时候 碰到风 你就是没有 见到风 你在这个时间 见到了 那 则名为风 只是 这个名称 称为是风 就像 我们知道 其他地方有台风 但是我们没有 见到一样 我们不能说 这个世界 没有台风 但是我们 到底不知道 它是什么 突然之间 来了一阵 狂风 在我们还不知道 怎么称呼 它的时候 那么 只是叫 给它挂个名 市民 台风 是不是为了 跟你们 这个 让你们懂得 缘起 信空 能够懂得 能够怎么样 像自信 无信 无声 无起 所以这个菩萨的经文 是个大法宝 就是像 心经一样 其实一切念头 亦空 亦离 就是你的念头 今天有 明天就会没有了 所以 这个本性 当然是空的 你想 我们 年轻的时候 一些很多的念头 现在想起来 早就没了 就是你今天 上午有个念头 你可能下午就结束了 你说有增减吗 在你心中 只是你想了一下 你的心没有动啊 你还是 如如不动啊 对不对啊 你有增减吗 无增无减呢 所以佛陀经常 跟大家讲 无增减 得阿罗 三苗 三秒 三秒 三菩提 阿罗 多了 三秒 三菩提 也就是说 你 如如不动者 你对这个世界 看空了 对这个世界 所有的一切 你能够放下了 你就记得 阿罗多了 什么什么 你就是记得 无声法人了 所以 凡夫的 这个 疑惑心啊 这个 分别都是由 吃挂爱了 所以 当你一旦 学佛 之后 你就不会 再去 染着 人间的爱 你也不会 去染着 人间的 各种各样的 色 因为你知道 色一定会归空 所以叫色即是空 这个空 本身 也不牢固啊 因为这个空 他也是 有自信的 对不对啊 但是你要 懂得 我不 计较 从空 而空 那你就 脱离了 幻想 所以诸法 常无相啊 所以人家说 诸法 常无相 他没有想 找不到根本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 他没有 没有所想 因为他 很快就没有了 所以叫寂静 无根本啊 你说我要静下来啊 有什么根本啊 连你的本性 都是空的 你能找到 什么寂静啊 你今天能够打坐 你说 哎呀 我在打坐 你就不是打坐 你还是有根本 当你打坐在那里的时候 你根本 没有觉得自己在打坐 那种事无事有的 那种 那么你可能 境界就有了 其实修到后来 连境界都是不真实的了 所以就空无不可取 我们做什么事情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无的了 所以很多人在人间 哎呀 我在行法 我在问法 我在用法 一切法都是空的 所以金刚经 就是告诉我们的 对不对啊 诸缘 常空无 所有的缘分 都是空的 坦诚 挂于诗啊 对不对啊 生命也是这样的呀 生命也是空的呀 对不对啊 虚空无边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啊 手摸着虚空啊 心产生种种的分别啊 实际上没有分别啊 因为你的愚痴 你的心念 而生起这一切的 这个圆距圆灭 啊 所以实际上 学佛学到后来 就是无生亦无灭啊 你说我们走的时候 然后有没有聚 有没有散呢 啊 你说一说看 你就知道了 所以实际上一种是 心中的分别 产生心中的愚痴 啊 所以 佛啊 整个就在 啊 让我们能够啊 明白 这个世界啊 都是虚空无常的 啊 你没有 什么法 你没有啊 什么需要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忍耐的 也没有需要 什么啊 执着的 啊 啊 一切放下 啊 所以 很多的经文当中 菩萨就是告诉我们 色迹是空啊 因为很多的人呢 受想行事啊 都是空的 你看人的感受 之后没了 想过之后没了 你行为做后 又没了 你的意识之后 也是空的 色 受想 行事 全部都是空的 等到你什么都空了之后 你能 能不能行 菠萝 菠萝 蜜多啊 啊 对不对啊 等到你完全放下了 你就明白什么叫色迹是空了 啊 能不能空啊 当然能空 那你空的到底吗 又空不到底 啊 所以啊 这个一切有违法 卢梦换抛音啊 卢梦一如电啊 卢露一如电啊 应做卢士官 啊 这就是师父今天告诉你们 要做卢士官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ğı 明昌 发出节目 民ings naj complaint